在这个时代 发行全新投入圣贤思业 是否保持单身教好 但儒家特别重视五轮关系 孔父子也是有加实之人 请问是否因时代的不同 因作不同的调整 怎么会调整法呢 这就很难讲了 出家在家怎么调整法 是不是出家人常常在回家 那么把两面关系都破坏了 既不想出家也不想在家 所以还是要坚定选一口 纵然出家了 对父母的照顾 如果你家里面有兄弟姐妹 有人照顾非常好 没有人照顾 父母年岁大了 可以迎到道场里面来照顾 这是遵徒的 养父母 但是兄弟姐妹 不可以把他引到道场里照顾 不可以 他到道场做一公鞋 这个都是通勤大礼 那么为什么读生比较好呢 读生他没有后顾之有 让你完全专心 你全力地来学习 你有家庭一定分析 你不能够全心专注 这是大学文 不是普通的学书 我当年在出学佛的时候 就是有这么个好的条件 没有结婚了 遇到这桩事情 老师也鼓励我 为什么呢 真正愿意学的人 越来越少 现在钟茉生去死 发信 要来学 他的母亲非常难得 写了封信给我 将来钟茉生是出家在家 有我决定 他不会有意见 这就好啊 我怎么想法呢 我让钟茉生出家了 将来做个好好的法师 做个好法师 续福慧命 弘法立身 这个怎么选择 是自己的事情 但是这个选择的时候 肯定对于将来的 会有影响 会有影响 我会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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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地方 我会有影响 这是这个地方 我会有影响